作曲 翻译 曲 翻译 转发 打赏 作曲 翻译 转发 打赏 月亮从屋檐 它笑看着时间 多少心情变成舟圆 从再巧手以后 俘化在了分边 爱成何痴愿 遗言过多少遍 谁能看穿旧的赦免 仍要唱快一点 把干枯唱片 最好是爱恨都体会 青春不浪费 看情何欲若是两面 真心来传练 只想要温馨无愧 对得起苍天 多少天上也不会埋怨 我看龙腾羞腾自主见 今话又云烟 只想要温馨无愧 对得起自己 来去见我关他人也可谓 心事长不能是全是美 爱最珍贵 潇洒在走一回 命运翻滋味 小柴的病怎样了 好点没有啊 请没请考大夫过来看看 请了 该请的都请了 大夫过来看看以后也没说什么别的 就说得调养 说暂时呢 不宜饮酒和劳累 我也不敢有二话 所以只有照着大夫的话去做了 既然这样 那就麻烦您九姨娘给我向小柴问个好 一定一定 三爷的这份心小柴早就明白了 我一定把三爷您这句话给带到 三爷您今儿这么早就走啊 也不早了 今儿还多喝了两杯呢 我问你 小柴姑娘到底怎么了 姨娘不是说了吗 她病了 到底是什么病啊 大概是伤风 伤风 这是给你的赏钱 伤风败俗 伤风败俗 小柴有相好的了 姓杜叫杜丽涵 是个穷书生 这是真的吗 想 想的也是听说的 听说的 就是他 好像是我爹啊 去看看 原来你就是带头书生的爹啊 听个怪了 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不像啊 不担不下还差老远了 是他 我一直在等你来 别光站着 我去替你们到围场 让我来好了 李涵 我听雨童提起过 说你有心想办报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你连我的计划都没看过 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好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说说就算的人 你这个人做事啊 一定有一套你自己的想法 我暂且先不问你的计划是什么 因为我很支持你的理想 别说了 李涵 对这件事情我也很有兴趣 如果你真有兴趣办报 那当然最好 但如果是因为雨童 李涵 如果因为这一点 我想你今天就不会来了 我和你认识并不是因为雨童的关系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龙福四大街上发生的事 我很欣赏你的才气 但不太认同你的傲气 李涵 你应该知道 才气可以让人成事 傲气却让人坏事 傲气 你就没有傲气吗 你也有傲气 只不过你的傲气 是来自于你的才事 而我的傲气是来自于我的自尊 你们两个凑在一起 是来谈气的 还是来谈办报的 气都跑到你那儿去了 我们俩还谈什么气啊 真搞不懂你们 你说他是放弃了出国流洋的机会 才决心办报的 为什么 我记得他一直都很期盼 能争取官派流洋的机会 他被情字困住了 你的意思是 他该不是 该不是对你 你想到哪儿去了 好了 宇童 我那么想也是很自然的嘛 可是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 情人总有吃醋的权利吧 你还知道 我也是为情所困 你这叫求情吗 好啊 看你可怜 放开 你可不能放你知道吗 我可是皮脱了姜的野马 只有你才能驾驭我 你一定要紧紧地抓住我 一刻也不放开知道吗 宇童总呢 对不起啊 宇童 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呢 你要是能嫁给我 我一辈子都会好好的 宇童 你和你爹说过这事吗 他不同意吗 没有 我还没有问过 我觉得问题不在我 你爹他 真的会同意我嫁给你吗 你考虑太多了 不光是我说你好 连我爹也这么说 玉桐 别再跟我玩踢皮球的游戏了 我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你给我一个答案了 你还犹豫什么呢 难道你不愿意给我一个嫁 不想做我的亲女吗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就是有点担心 担心 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说不出来 是说不出来 还是不好开口 爹 人杰啊 来 陪爹喝两杯 爹 我刚才跟领事馆的朋友啊 去六国饭店吃饭去了 采矿的事谈了吗 谈过了 谈得怎么样 现在这世道用钱什么事谈不成啊 他们已经答应向外务部施加压力 我想绝对没有问题 这么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西山的村民了 不过这件事情还得慢慢来 急不得 看来 你很有把握 来 爹啊 有很多事情谈是能谈出个结果来的 有一件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我想去投一笔资 帮朋友办报 办报 对啊 爹 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没有 我觉得投资一些新设备花不了什么钱 而且咱们手上有一份报纸的话 对咱们将来的事业也会很有好处的 你说的也对 不过嘛 办报容易出问题捅娄子 这倒不是钱的问题 我觉得关键是在人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爹是卖豆腐的 卖豆腐的 他家境比较贫寒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才气 他是在京师大学堂毕业的 现在在京师大学堂里当教习 他叫杜丽涵 杜丽涵 爹 您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 您就直说吧 没什么 人姐 我看你今天也挺累的 先上楼去洗个澡早点休息 有什么事明天再谈 让爹想想 爹 我还有一件事 你今天怎么那么多事啊 爹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什么事那么重要 我不想和雨童再拖了 我想和她成亲 人姐 你答应过爹 等把洋行的工作领顺以后 再结婚吗 可是现在我和雨童结婚的话 也不影响我的洋行处理生意啊 反倒是现在 我没有心思去谈了 他真那么可爱吗 爹 您是不知道啊 我当时 我当时的感觉告诉我 他这一辈子就是我的了 我第一眼看上他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他了 人姐啊 有时候凭直觉办事 也容易出问题 爹 您不是也很喜欢他吗 我喜欢不喜欢 那是次要的 只要你喜欢就行了 爹 这么说您答应了是吧 这样吧 爹明天去找个人 跳个黄道吉日 咱们就把这个事定下了 怎么样 爹 谢谢您 真的谢谢您 这 跟爹还客气什么 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先上去洗澡去了 您也少喝点吧 这门头给我彩矿权的事 到底进行得怎么样了 怎么说呢 只能用一句话 好事多磨来形容了 怎么着 本来啊 这些洋商 已经找到领事馆 向外务部施加压力 希望早一天 能得到采矿权 没想到 这矿区的老百姓反对 这不是节外生枝吗 这老百姓想造反呢 这事啊 我让任杰去处理了 需要动用官府的时候 你再告诉我一声 那倒不必 要真是把百姓给惹怒了 对咱们也不利啊 这我就不明白了 这官得看民的脸色办事 简直反了 德公 我看您啊 也没必要生气 做买卖这事啊 得有魔功 您看 我这脾气啊 就是一点一点地给磨平的 到最后 只有耐得住性子的人 才是最后的赢家 听你这么一说呀 还真值得 我好好琢磨琢磨 德公 我只是信口说说 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我说姓三哪 任杰跟景云的婚事 他们俩的婚事啊 您就放心好了 这事交给伍伴 赵马 谁找我 这位少爷找您 这位先生 您是找我吗 你说呢 任杰兄 可好啊 好啊 锦云 你这是 上次在酒会上 有人说我穿男装非常好看 我就特意穿着 前来拜访 怎么了 你不记得了 上次在酒会上 说我好看的 不就是你吗 我都已经忘记了 可我没忘 上次在酒会上 你还救过我呢 锦云 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 可眼前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 你跟我的婚事 看来有些事情 你还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今天你爹 已经找过我爹了 他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他们说好什么事了 那当然是 我和你 他们是为了 合作采矿的事情 不对 他们说 好了 锦云 看来有些事情 你还不知道 我必须当面 向你解释清楚 你知道吗 任杰 我来的真是时候 家里有贵客 爹 有些事情 我想当面 和他说清楚 任杰 我有事要跟你说 西山的村民 又闹事了 你赶紧和叶牧师 去一趟 和他们好好谈谈 您说什么 叶牧师不是 跟你关系不错吗 任杰 爹答应的事 爹一定给你办 快去吧 快去呀 爹 那就先走一步 靳云 是赔了 靳云啊 瞧瞧你这身打扮 我都认不出来了 是不好 来来 我领你到各处转转 不了 我不打扰了 我先回去了 跟我还客气什么 以后 这不就是你的家吗 你要放弃官派刘阳的机会 为什么呀 一则是自己实在没资格 接受佟大人的帮助 再则 我认为报效国家 也并非只有官派刘阳 一条路可走 那你的路 打算怎么走的 难道只待在 京师大学堂 当一名教习 不 我另有打算 什么打算 我想办报 办报 为什么要办报啊 是为了一份理想 你该不是参加了 革命打 我办报的目的 绝非是为了要鼓吹革命 我只是想 通过办报来反映民情 让在朝为官的人了解民间疾苦 知道事情状况 而不要再去做那些祸国殃民的 对不起 佟大人 请你原谅我的直言 年轻人做事 往往容易华而不实 你的理想并没有错误 不过 它能起多大作用 令人怀疑啊 佟大人 如果您都对朝廷没有信心 或者莫不关心的话 那难怪朝廷 会如此激若不振啊 再加上人心惶惶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的民间乱下 如果 用你这等方刚之气去办报 只怕 不但不能让你实践理想 还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你要三思而后行啊 佟大人 我已经决定了 范报不是一件小事 光靠你 我有很多朋友可以帮我 为什么不能等刘阳回来再办呢 因为 我不想只做一个独善其身的读书人 你以为范报 就能奸善天下吗 我只能说是 人各有志吧 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栽培之恩 童大人 告辞了 你不是说留下来吃饭的吗 改天吧 为什么正途不走偏要走险路呢 爹 我最近挺用功的 我 我再走正路啊 没走什么险路啊 我没说你 爹 那你是在说 是在说他 我帮他出国留阳难道错了吗 这小子 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原本留阳 是他最大的愿望 可现在机会给他了 他又不接受 这到底是 他的傲气作祟 还是我看走了眼呢 爹 您别生气 您没看走眼 他是块读书的料 他可能这阵不愿意留阳 是有原因吧 什么原因 因为他 说 不要在我面前吞吞吐吐的 让我生气 爹 我也就是随便说说 您别太认真了 到底什么原因呢 因为前两天 他无巧不巧的 认识了百花楼 宴贯群方的那个殷小差 他俩 他俩怎样呢 他俩 还都挺认真的 这事铁袋也知道 他还吃醋呢 所以 所以他不愿意留阳 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吧 爹 您怎么在这儿啊 今天没去赌啊 爹 你干嘛打我 我做错什么了 你自己心里最明白了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辛辛苦苦结义缩食 供你读书就致望你一会儿出息 你不伤心也就罢了 怎么能跟百花楼一个名记搅合在一起你 爹 您怎么知道的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 你自个儿的事自个儿不明白 眼看苦日子就要熬出头了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一头钻进了温柔香 怎么 你打算一辈子死在里头啊 爹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哪有怎么样 你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了 我 我 我哪有钱去寻欢作乐 而且你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最清楚 明明有人在百花楼里看见你了 你又怎么说呀 对 我是去过百花楼 我也的确认识殷小差 但是我去那绝对不是寻欢作乐 我只是你只是想 你怎么样啊你 我只是想见见他 你没事去看那个婊子你干嘛去 爹 我不许你用这种话侮辱他 在青楼里卖笑 不是婊子还是猎女呀 我这还没跟你算账呢 你却跟我吼起来了 小韩 我警告你 从今以后 不许你再和那个骚狐狸见面 你要想明白 人家在鸡院打着百花楼铭记的招牌 那身边免不了那些有钱有势的恩客 你一个穷小子想跟人家玩 你拿什么玩啊 你想把你爹的脑袋给玩掉了 你才高兴啊 爹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而且 你根本就不明白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事本身就是件糊涂事嘛 你要是聪明明白的话 就再不要惹祸上身了 既然您这么说 我也坦白告诉你 小差是个洁身自号的好女孩 我不但爱她 连她 而且我要救她 我要娶她 我要照顾她一辈子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臭小子 我打死你 我看你骨头有多硬 你真有本事啊 你和那三叶争女人 你要是不想让咱们父子俩被那祸水给害死 你就赶紧收手吧 三叶 我愿与你长相厮守 圆顶三圣 我认识 家仇不报 往为人子 蛤? 选一个应该的活法 这是什么 这是庆字号三页派人送给小差姑娘补身子的名贵药材 行了 我知道了 请字这个病是没药救的 小差 姨娘 你怎么起来了 外面风大 快进来 看你 两手冰凉冰凉的 快坐下 我给你倒杯热茶暖暖手 姨娘 我对不起你 你 你 你都已经想好了是不是 姨娘 你先起来 不管你想的是什么 你都不欠我的 又不着这样跟我说话 起来 起来吧 这些日子 我心里也想了好多 其实 我压根就知道你不是吃这碗饭的人 要不是跟着我 也许 也许 我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这些年来 姨娘是怎么对我的 我心里明白 你既然 只要你心里明白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 我也都无所谓了 小差 百花楼这些年 虽然表面上是由我撑着 其实 能有今天也是全亏了你 不过有句话 不管你明不明白 我都要说清楚 我不会拿你当摇钱树 紧抓着不放 养女儿也有嫁人的一天 何况你 姨娘不让你跟那个穷酸好 是为你好啊 我知道 可是后来 我也想通了 路是你自己走 日子是你自己过 好与不好 一切都是命 我何苦在这上头 跟你过不去 平白搅坏了 咱们十多年来 相依为命的感情 所以 我才让彩儿 去把那小子给找来 姨娘 我明白你的心意 我明白 想想这一辈子 我不知道做了多少 自以为聪明的事 结果到最后 该吃的苦 该受的罪 一样也没有少过 这就是命 现在要问我 这辈子从头再来一次 我向老天爷求什么 我什么也不求 我只求能有一段粗茶淡饭 朝夕相守的夫妻之情 可惜我 我没这个福气 姨娘 跟个有钱的未必是福 跟个穷的也未必是祸 有人能真心对你好 这才是最要紧的 你既然都已经想好了 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姨娘我 我不会拦着你 姨娘 你误会我的心意了 我今天来见你 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那你 我跟着姨娘这么些年 您关心我 照顾我 处处为我着想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不会一点感激 知情都没有 更何况 这百花楼 单靠姨娘 你一个人撑着也不行 我没有什么能回报的 但也决不会就这样丢下您 一走了之 小 小差 你 你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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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那穷小子 凭水相逢 也只能说是有情无缘 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小差 姨娘 不是想要图你什么回报 姨娘是怕你一时想不开 走错了步 只要你自个儿想明白 姨娘我也就放心了 凭水相逢 没有结果 老爷 这是今儿的报纸 好 放着吧 是 老爷 好 爹 什么事一大早就让您这么高兴 没事 就是啊 想到你要娶媳妇了 贴着心里头啊 就忍不住的替你高兴啊 怎么会是替我高兴呢 这是咱古家要多一个儿媳妇了 您老爷应该高兴啊 要是明年又再多添一个孙子 我看您老笑的都合不上嘴了 爹啊 就盼着这一天呐 放心吧 这一天肯定很快就会到的 爹 您看咱是不是按照老规矩 应该向叶家提个亲啊 人姐啊 你跟我说他们信杨教 信杨教恐怕不讲究这一套 这我就不太懂了 你当然不懂了 你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是不是啊 爹 结婚一辈子可就一回 您还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跟你开玩笑的 人姐 咱们作为男家 只要理到就行了 细节上不必太讲究了 剩下的事你去谈 行 不过 我有另外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爹 哪件事啊 就是那天晚上 你跟我提到办报的事 爹 您觉得怎么样 我想了想 觉得办报挺符合洋物的 吵吵消息 吵吵新闻 再也不用求别人了 再说办报也花不了多少钱 原来爹也是这么想的 既然您已经答应了 那我就开始去筹备了 不过 我还是有点顾虑 不知道你想过没想过 爹的意思是 办报这种事 咱们又没办过 再说 又不是你自己去经手 用咱们庆子号的名义办 如果把报纸办砸了 咱们的名声 不也就毁了吗 爹 您看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一点 人家 也许是我多虑了 不过呀 咱们做生意 讲的就是招牌 对了 爹 您看我这段时间 光顾着钱庄的事了 根本就没有想到 用什么名义来办报 我倒有个想法 你听听 如果用教会的名义 去办报 你觉得怎么样 咱们可以把钱 直接捐给教会 让他们出面来办报纸 这样的话 也减少了咱们的一层顾虑 也可以撞撞教堂的门面 你觉得呢 爹 您的意思是 用西山小教堂的名义 去办报对吗 对 肥水不留外人田嘛 这么好的事 不给自己家人去办 还给外人去办啊 爹 您这个办法真不错 我想宇童也会赞成的 爹 看来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啊 你爹都活了大半辈子了 能白活吗 爹 看来我要跟您学的东西啊 还多着呢 少爷 马车准备好了 爹 那我去洋行了 不吃早饭了 我在外面吃 我走了 大少爷请 老爷还有没有别的吩咐 做你该做的 说你该说的 懂吗 去吧 去吧 知道了 快去吧 人家 你要学的东西是太多了 老爷 外面有个糟老头子嚷嚷着要见你 干什么的 他说姓杜 您看是不是把他打发了 不 让他进来 是 老爷 你告诉张叔 马上到我这来一趟 你觉得任杰这个想法怎么样 我很同意 其实我也不希望我们的报纸 跟他的钱庄洋行联系在一起 因为如果我们的报纸和商业联系太多的话 立场就会变得没那么客观公正了 到时候很容易使我们的报纸变得没有信服力 这怎么弄的 这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 被我爹打的 你爹怎么会 你爹怎么可能会打你啊 他知道了我和小差的事情 他反对 那他也不应该把你打成这样啊 其实我也不怪他 为了小差挨一顿打算得了什么 你跟小差之间也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心里怎么想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想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 我现在问你你打算怎么做 做我最想做的 我要娶她 这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啊 无论前面有什么困难 我都要去克服她 那小差答应你了吗 他并没有答应你对不对 所以说 这并不是你做出多大的努力就能解决的呀 他为我不吃不喝受了这么多苦 难道我还需要他亲口证实 才能知道他对我的感情吗 并没有人怀疑你跟他之间的感情 我是担心 你这样义无反顾的一头栽进去 当最后没有结果还把自己的前途给耽误了 为什么你跟我爹是同一个立场呢 我一直以为最了解我的人就是你了 了解并不等于支持 自从你陷入这栋感情之后 你把你的理想抱负都泡在了一边 心里想的只有他 我没有 有没有你心里明白 我当然明白 副作为为什么要办报纸 办报是你逃避官派刘阳的一个借口 这样你就可以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留下来 给自己给别人一个交代 好人大家都知道 你还是那个上进进取的杜立涵 你别说了 你以为这样骗得了别人吗 其实只能骗你自己 你别说了好不好 那你那个阔少爷呢 他为了你百依百顺有求必应 你不也赵丹全收了吗 为什么他的感情不需要理由 而我的感情就一定需要借口 就因为他是一个青楼女子吗 我一听到这事啊 回去就把那孩子狠狠打了一顿 大哥你放心 我保证他以后 再也不会去找那位姑娘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年轻人到那种地方玩玩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哪有那种本事到那种地方去玩嘛 你可别太小看自己的儿子 他可有他自己的一套 他有哪一套啊 这孩子压根是让人给套住了 要不他那种人 怎么能在那种地方认识那种女人呢 杜老爹啊 我提醒你这事啊 也不是为了让你打孩子 知道吗 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免得将来被那儿子卖了 你都不知道 杜老爹 你也别紧张 跟你开个玩笑嘛 像你儿子这种涉事未深的小伙子 到了那种地方 还没喝酒 这头就晕了 他哪是那些小妖精的对手啊 我就是那么说的嘛 我也不愿看到 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 就这么给毁了 再说了 你熬到今天也不容易啊 是 我就是这么说的嘛 进来 老爷 有客人呢 没关系 都是自己人 好 张叔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杜老爹 这是张叔 杜老爹啊 今天这事就到这儿 你回去啊 也不要再问了 更不能在他面前提起我 年轻人嘛 脸皮薄 免得以后见面尴尬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大哥呢 你忙 我谈正经事 我走了 杜老爹 最近手头紧不紧啊 大哥 有话就直说嘛 这是一百两银票 你拿就花吧 大哥 是怎么好意思呢 照顾你 是我应该的嘛 大哥放心 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那小畜生 我保证他以后不会走 好了好了 先回去吧 好好 老爷 您找我有什么事 刚才那个人 看清楚了吗 他 看清楚了 您这么问 来 走吧 长茂不敢 张叔啊 我这儿有几件事 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想来想去 还是你办事最让我放心 哪里的话 三爷有事尽管吩咐长茂 定会全力以赴 这件事 倒不必费什么力气 动动脑子就行了 最关键的是 我让你办的事 只需你我二人知道 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那大少爷呢 大少爷呢 大少爷也不能知道 大少爷也不能知道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还想去回香阁找你呢 找我有事儿 我就是想看看你好点没有 不管好坏 总得活下去吧 既然要活着的话 那就应该回得高兴一点啊 小柴 我送你个东西 什么东西 小狗 喜不喜欢 真可爱 真可爱 你从哪弄来的 我捡来的 我养了他几天 觉得他挺可爱的 我知道你一定喜欢 就帮来给你了 这么小 他没有妈妈 可怎么活呀 所以就只能靠你来疼他了 你每天多喂他两次 他就围着你打断了 真可爱 你喜欢就好 那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取名字 嗯 这样你一叫他 他就会跑过来找你啊 还有 你要是有什么 心事的话 全都可以跟他讲啊 晚上还可以陪在你的床边 这样就不会有坏人闯进来了 你要是心情不好的话 还可以出他骂两句呢 瞧你说的 我怎么舍得拿他出气呢 你说去什么名字好呢 铁蛋 我 我 我的意思是 是叫铁蛋吧 他既顺嘴又好记 你看 他长得其实跟我挺像的 你看 是吧 怎么了 叫铁蛋你不高兴啊 怎么能把人鸣和狗鸣混在一起呢 我 我倒宁愿是他 就怕这辈子 也修不来这个福气 怎么了 我一说他像我 你怎么就不喜欢了 铁蛋 以后别再开这样的玩笑了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我这辈子 都从来没这么认真过 为什么我一认真 你就躲着我呢 你到底要我说什么 你才明白吗 我知道 我肚子里没什么墨水 不会说好听的话 可我打小跟你在一起 我心里早就 动了铁蛋 别再说了 有什么花 留在心里就够了 还不够还不够 放在心里的话 只能留在心里 那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得到什么 难道连你也想得到我 那 得到你的感情啊 说这些干嘛 发疯了我 我来是要逗你笑的 不是要惹你哭的 人要是没有感情 就不会流泪 是不是铁蛋 铁蛋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说破呢 为什么连你也要用这个情子 来困我 从今以后 还有谁能逗我高兴 你告诉我 还会有谁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又搞砸了 为什么画到我嘴里边 都不是说错呀 做人可真难哪 下辈子咱俩画画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小姐 这是要去哪儿啊 别问那么多了 是去西山小教堂吧 也许吧 我还没想好呢 杨元 爹 老爷 这儿上哪儿去啊 我 没事啊 别老外外跑去 我已经给你选定了 结婚的大喜日子 你也该收收心了 琢磨琢磨自己的婚事了 我知道了 我去圣云寺烧香 感谢菩萨 给你一个好姻缘 爹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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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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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